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5月4日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在 生命纪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 经文这样说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了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 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得神迹奇事 虽然饮验 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 要试验你们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信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专靠他 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 既用了言语 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 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 你的神 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额 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的同胞兄弟 或是你的儿女 或是你怀中的妻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如果暗中引诱你说 我们不如侍奉你和你列祖 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 是你四周列国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 你不可依从他 也不可听从他 也不可顾惜他 也不可连续他 也不可遮蔽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 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 维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 再行这样子的恶励 其实神给以色列的 十戒灵的第一条 就是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而且生命记事 一再地告诉神的百姓 不仅不可有别的神 而且要专心 尽心尽意地去爱神 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起来 要引诱神的百姓 离开耶和华神 去跟从其他的假神 不管他是先知会说预言 还是做异梦会见异象 就算他们说的是准的 又会施行神迹歧视 总要将他致死 那如果是有至亲的人 不管是家人还是密友 如果起来要引诱你 神的百姓去随从其他的神 第一个不可以心软 第二个要第一个就将他致死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要引诱神的百姓 去敬拜其他的假神 跟从其他的假神的话 那不管是用特异的现象 使你惊叹去跟从 或者是用感情 亲情 友情 让你难以推辞 好像不能够拒绝 你都要立马一刀两断 不能够给假神 或传假神的人 留任何的地步 不管他们是谁 我们听到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会觉得 哇 怎么这样子的严厉 今天有许多的年轻人 就会这样讲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一位救赎主 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位 他只是其中的一位 还有人说 我对基督教难以接受的原因 是因为为什么只有基督教 是真的 基督教是非常的排他 而其他的宗教 为什么都是假的呢 其实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 跟古代世界在本质上 并没有什么差异 一样都是偶像伶俐 而且有些偶像 还化身 做没有形象的金钱 权力 或者是情欲 使人跟从了 而且都不自觉 那古代以色列人呢 在这方面 有相当惨痛的经历 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并没有离开耶和华神 但是他们也很快 没有去专心侍奉耶和华神 他们很快就去 跟从那些迦南人 去敬拜迦南地的那些人的神 那结果你看到 在世事记里面 以色列人呢 他们是屡屡遭受外族的侵略 跟掠夺 更悲惨的是他们个人任意而行 他们的道德状况低落到一种程度 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那么跟那些加南地拜偶像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大卫的儿子所罗摩王他曾经专信了爱神 他并且为神建了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圣殿 那么以色列国的国士也曾经强盛到一种程度 真的是称霸一方 但是很快的 所罗摩王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 结果他就受这些外邦女子的引诱 他就是向这些外邦女子所拜的那些假神 向他们烧香跟下拜 那么结果呢 以色列的国士很快就一落前掌 那到最后以色列国呢 是国破加灭 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 这非常的惨 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能是第一位 其实也只能是有一位 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神的 也许开始会有一些好像好处的好处 但结果呢 都是非常的悲惨的 神是祭邪的神 不是嫉妒的神 而且我们在跟神之间 是不能够有第三者 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小气 其实不是的 这就好比在婚姻的关系里面 只能够有两位 不能够有第三位 如果第三位 那不就叫做小三了吗 有小三 那还会有好的结果吗 神要我们尽心尽意地爱他 他是不是太霸道了 其实不是 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呢 也是独一无二的 记不记得神的话跟我们这样讲 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而且神的儿子来 是要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让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决定 要全心全意爱神 专心一意地信靠他 尽心尽性地来侍奉他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独生的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让我们得着生命 又爱我们到底 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恢复我们被造的尊荣 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心中任何隐藏的偶像 使我们专心爱你 顺服你 侍奉你 不偏不离 让我们不追求其他的事物 为喜爱你的话语 昼夜思想 引领我们每天做逃你所喜悦的事 说造旧人的话 让我们行事为人 做你的见证 成为你的荣耀 这样子祷告不配 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你 有一个得胜的一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